我闻吗 没没我老婆的好闻 哼算了吧 这么久了英雪碰都没让你碰过 男人就是这样 越是得不到才越喜欢呢 你倒很痴情啊 英雪对你凶巴巴的 我不比他差呀 谁让我先遇到我老婆的 你慢了 下回早点 是我先遇到你的 别靠我来 我怕我老婆误会 林一龙你个傻蛋 我就试试你 明天我就要回去接管顾家了 以后啊对成英雪好一点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英雪好的 嗯 你要是对他不好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林一龙 你可以抱抱我吗 啊你别误会啊 不是那种意思 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 哟 你俩干嘛呢 你管我们呢 雨柔啊 听歌一句劝啊 远离这个小垃圾 林家大少爷可看上我妹妹了 过两天呀 过两天呀就上门提亲 这个小垃圾得罪过林家 以后呀不会好过的 什么 林家要来成家提亲 你慌什么呀 又不是给你老婆提亲 雨柔 以后我可就是林家的大舅子 成家之主啊就是我的了 到时候我就娶你 林一呀 你给我滚开 我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什么 你喜欢谁 你不会喜欢这个废物吧 我喜欢谁 关你什么事 林一龙咱们走 雨柔 我对你真心的 等我做成家家主 我一定娶你 雨柔 不是说 成运雪要过来开会了吗 哦 他们还没来呢 把聘礼都给我放桌子上 明朝汉雪宝马一批 何天一批修 东海白玉珍珠 金眼宝十二顶 天呐 不愧是首付 对呀 哎呀 这下我们成家发财了 发财了 妈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 乖女儿 这些可都是屁礼啊 这以后 你要是嫁到林家 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呀 林少 可是林家的继承人啊 我这以后 可是首付的大舅子了 我那是什么 李一批 林少 是 我 我 我 您说是不是 就是啊 林少 人家不是在这儿吗 你们成家到底懂不懂规矩啊 别废话 成映雪呢 什么事啊 这么热闹 映雪 我来给你提亲啊 以后你就在家当我的林夫人吧 林少 你说什么呢 林夫人 映雪 什么 这家聘礼是给映雪的 我的老婆你也敢去 是啊 林少 这个废物就是映雪的未婚夫 你是不是糊涂了 对啊 林少 映雪已经有未婚夫了 您这像什么样啊 妈 你倒是说句话啊 映雪一个女的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未婚夫呢 林少 你这 少废话 结婚了也能离婚 更何况她是一个未婚夫而已 映雪 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你以后就是我林家的人了 这个废物前未婚夫 赶紧滚蛋吧 林少 请你把你的东西拿回去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你听见没有 赶紧把你的东西拿回去 给我滚 你闭嘴吧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映雪 我劝你最好是不要不识抬举 映雪 这可是林家 你要想清楚了 林少 能够得到你的赏识 我非常荣幸 但我承映雪答应过我爷爷 我这辈子只会嫁给一人 这人便是他 如果林少今天非要逼我嫁给你 那我承映雪唯有意思 老婆 你放心 我这辈子也只会娶你 林少 请回吧 映雪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林少 承蒙户外 带着你的东西 请回吧 映雪 这样你又特地得罪林家了呀 映雪 你还真是不知好歹 哼 好 很好 你们承家 等着受死吧 混账 想什么样子 你爷爷要是知道你这样当家主的 趁早被你气死 不要脸 气死我了 我们走 哎 奶奶 老婆 都是我不好 让你受委屈了 那可是林家 程家 要是因为我 惨到林家报复 那我就是罪人了 林一龙 都怪你 都怪你 老婆 别担心了 天塌下来 还有我顶着呢 老婆 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很感动 十年过去了 你还是那么善良 我林一龙发誓 一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林一龙 我可以相信你吗 老婆 我只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守护你 和你过普通人的生活 有些事情 太残忍了 你那么善良 我不想让你卷进来 算了 我怎么到现在还在指望你 能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的 让开 一群 喂 师父 又拿出 说我有了媳妇 被林家送美了 果不其然 给我继续盯着 是 哎呀 越来越如吃饭 来不及了 林少 陈一学了个废物老公 在我们成家 可是越来越嚣张了 兄弟 你放心吧 有咱林少在 那个废物 很快就能在地球上消失了 是那个废物 他怎么和宇宙搞在一起呢 他俩能干什么好事 肯定是 开房去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柳朗 我今天来得点晚 不好意思 柳朗 干杯 喝 没事 只要你来了 我就高兴 来 咱们再喝一杯 来 一楼 我也敬你一杯 羽柔 干杯啊 喝 好 干杯 嗯 林一龙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喜欢你 好喜欢你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应许 林一龙 嗯 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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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龙 嗯 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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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怎么顺便一起 老婆 你 你别误会 我 你真是下流 你真是下流 嗯 应许 我怎么会在这儿 林一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婆 你要相信我 这 这都不是真的 应许 我都亲眼看到了 林一龙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你是不是还想说 你们只是躺在床上 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啊 老婆 我们 我们只是喝了点酒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没糊涂啊 林一龙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们 解除徽约吧 应许 应许 你别冲动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啊 老婆 孤男寡女 这都躺在一个床上了 还叫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我不是傻子 应许 我 算了 宇柔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要怪 就怪我和林一龙 没有缘分吧 老婆 能够再次遇见你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 你还是我老婆呀 够了 林一龙 爷爷早上回程家了 我现在就去告诉爷爷 我们 解除徽约 也许 我不同意 我任何事情都可以听你的 但是解除徽约 我绝对不同意 李一龙 你放过我吧 我真的很累 老婆 我 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婆了 也许 哎呦 真是精彩啊 是你 是不是你做的好事 您俩要是没奸情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我呸 陈俊豪 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我跟你没完 你这个混蛋 爷爷现在可是回程家了 你敢动我一下 你试试 机会只有一次 你去给陈俊 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不然 我废了你 妈的 死到临头了 你还给我嘴硬 陈俊一旦解除红衣 你连程家一条狗都不是 家